齁 熄火還可以吹冷氣的感覺真好 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油電車的這個電頻呢 在7月12號 那今天是8月1號 我不知道大家會什麼時候看到這個影片 但是我現在這時間是8月1號 它的整個油電系統的整體的狀況 換完大電瓶的整個狀況 我這個車子是2014年的Lazos CT200H 它是油電車 那它跟目前主流在賣最大量的Artis Hybrid 其實是同一套系統 只是說Artis可能是比較新一點的 是第四代的油電系統 Prius是第四代的油電系統 那現在就是說 我在2014年買的時候 一直開因為我里程數比較高 已經 最後在換電池的時候是20萬左右 20萬左右 那這20萬公里 是2014年到2019年的7月14號 總共差不多5年左右的時間 差不多5年然後開了20萬公里 它的電瓶就掛點了 那掛點了以後 它的整體的 整個感覺是 它的感覺就是變成 你應該講說在掛點之前 它的感覺就是很容易充飽電 然後也很容易沒電 因為以前可能我在路邊停一下 吹個冷氣可以吹個20分鐘30分鐘 可是後來可能吹個5分鐘10分鐘 它就沒電了 它就要開始重複的去充電 那引擎就介入了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讓它引擎介入的時間非常長 基本上都是引擎在運作 所以你會顯得非常耗油 就是壞掉掛掉之前 電池掛掉之前 它會變得很耗油 那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在這之前的關係 我大概就預設到說 它大電瓶即將就掛掉了 快要壞掉了 所以我早就有心理準備了 錢早就準備起來放了 那因為這一台車後來都是我太太在開 所以有一次它忽然打電話來 跟我說怎麼亮燈了 亮那個引擎燈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那個影片的話 可以回去看 我會把它附在這個上面 左上 左上角 就是它忽然之間就完全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油跟電的交換 那我就大概預料說 引擎燈亮可能就是電池壞掉 那我就馬上聯絡我的專員 他說那趕快回這個原廠去看一下 那我就叫他趕快把車子開為原廠 果然沒錯 就測試出來 裡面有一串電池已經低電壓了 沒辦法再充電了 但是整個大電池其實還是有辦法運作的 所以它先消除了故障 記住哦 現在是說 異常 它偵測到異常 油電系統 這個電腦把它Lock住 就是把它鎖住 讓它沒辦法用 可是電池本身其實是還可以的 所以原廠第一次的做法會叫你先消除故障嘛 回去開開看 也許只是偵測錯誤而已 那回去又開了大概一個多月吧 一個多月 又開了幾千公里 我忘記了 因為就是這個車子後來不是我在開的 那幾千公里開完以後呢 這個電池還是又亮燈了 亮燈 哇這時候好像 呃就是 那怎麼辦呢 我就趕快再 再把這車子開去消除故障嘛 第二次消除故障嘛 我想說 欸是不是 就是我老婆開這樣子的 就是她常常 會像現在這樣子在路邊停 就是停下來等人啊 然後就 造成這個電池很容易就過放電 那我就開始這車子就換我開 我就猛操啊 就是都開高速公路啊 可是第二次 呃很快的 大概幾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它馬上就又亮燈了 就算我開也是一樣 所以 是就是證明這個電池已經壞了 已經壞了 那我簽回原廠 原廠 呃就跟我說 那你這個 你這個電池 確定壞掉 我說可不可以再幫我消個故障嘛 他說 消也沒用了 而且你要排排程 那你要等很久 我建議你直接換 其實我們本來就要換 只是說 我希望我在等待電池 就在帶料的這段時間 可不可以油耗好一點啊 現在這個油耗好爛哦 真是的 可是原廠不願意幫我們消啊 他說沒關係 這個這樣子還是可以開啦 只是比較耗油而已 所以 這是原廠講的 原廠叫我可以繼續開哦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電池壞掉整台車就掛掉 沒有啦 這個還是 這個車子還是很耐用的 哦 那換完電池呢 呃在換電池的時間大概 哦 幾乎要等一整天了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可能他不是把電池裝上去而已 他有在做一個很長時間的測試說 這個車子到底這樣子運作 哦不OK 他的電池的油電系統 交換的這個 呃流程是不是順利 哦大概等了六七個小時 從早上一直等到 快晚上才才結束 那當然也吃了很多冰淇淋啊 哦 這個是題外話 哦 我就是 呃 換了電池以後 哦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整體的 目前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哦 我們先 呃 就 等一下哦 我們就準備出發哦 那在出發之前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哦 就是 你看哦 他現在 電池的電量 像這個電量 剛剛我已經吹了大概十幾分鐘的冷氣了 電池的電量好像有變少了 一些已經快沒了 我主要是要給大家看他的 呃 這個 在充放電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 強制他 哦 啟動引擎 強制啟動引擎 我只要踩油門 他就 引擎 引擎已經啟動了 好 引擎已經啟動 我們看一下轉速 這邊轉速 我踩油門 他引擎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看一下引擎蓋 哦 我看一下引擎蓋 誒 引擎啟動了 來 好 現在他引擎啟動的 狀況是 他會 進行一個充電 呃 大概會充個幾分鐘吧 充個 兩三分鐘 五分鐘 不一定 看他什麼時候充放 因為我們現在 車子正在吹冷氣 所以他會 比較耗電 會充得比較久 你看 哦 那 這樣子的情況 他會持續個幾分鐘的時間 他等一下就熄火了 會自動的熄火 你不用去管他 他會自動做油電的交換 那這 這套系統 我覺得他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精密 那 我覺得也不太需要等 反正就是熄火就對了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 就去試 這個整個 換了電池以後 他的 整個效率有沒有變得比較好 然後 他整體的電池的 交換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走囉 這是我知情 90天重啟人生計畫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哦 好 那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車友在問我說 覺不覺得這個新車有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可是我這個電瓶 Lacus換了以後只有2年5萬公里 然後Toyota是1年2萬公里 他問我合不合理 其實我覺得這分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是車廠的政策 其實車廠的政策就是這樣 你要怎麼跟他 你說Toyota為什麼只有一年2萬公里 Lacus 2年5萬公里 太不合理 一樣的東西為什麼可以 那保固其實它就是一個成本 就是類似保險的東西 它也是在跟你賭 假如我買了1年就壞掉 它跟你保固2年 它也要換一顆新的給你 所以它的政策就是這樣 除非你一顆電池買8萬塊 把那個錢把它加進去 然後跟你說保固5年或8年 它當然也可以 但問題是現在電池1顆才賣你4、5萬而已 4萬多塊 所以我個人覺得 你去argue去跟它爭辯說 這個保固太少了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沒有意義 第二個是 汽車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系統工程 它不是只有那顆電池而已 所以你整台車都已經給人家開8年 東西效能、電線 或者是裡面的電器都已經老化了 怎麼可能換一顆電池 你叫它要保固那顆電池 保固 再保固個5年8年 這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有一點強能所難 所有的產品 甚至其他不只是車子 車子最明顯的就是你一換新的東西 不管你車子是怎麼樣 你換新的東西 它頂多保固一年半年 很多是半年三個月 所以大家我覺得平心而論 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它願意提供兩年5萬公里 或者是標準的一年兩萬公里 Toyota的Lazers是兩年5萬公里 我個人覺得都很合理 除非它願意再往上加追加 RUN了一段時間發現說 其實它的確實是可以撐3年5年 所以它做個3年保固 5年保固都可以 這個就是它慢慢的發現說 其實我變成5年也不會壞 這只是一種吸引消費者的方式 就變吸引消費者 因為它不會壞 如果這東西是2年就壞 但是它給你保固5年 那剩下3年是要成本的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不知道怎麼講 如果大家聽得懂的話 如果這東西這麼容易壞 它跟你做長時間的保固 那個多出來的時間 它其實是成本 你不要以為你賺到了 但是如果說是像豐田這樣子 一年去測試沒問題 兩年測試也沒問題 三年測試也沒問題 四年測試也沒問題 最後5年保固 這才是真正我們消費者的福音 不要以為我們拿到長保固 是賺到便宜 那先跟大家分享 這個部分是這樣 我們繼續開囉 那其實它的油電混合系統 就是像右邊的這個 現在在開車不方便 指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有沒有 右邊有一個電池跟輪胎 還有這個引擎有沒有 那引擎出力 現在引擎沒有出力 所以它這個油電EV的燈亮著 現在輪子的電 它這個電是從這邊過來這邊有沒有 這邊過來這邊就代表是 電池供應給這個車身 車體 然後引擎 跟這個都沒有 目前都沒有作動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然後這一台油電車 它的ECOMO 現在我是使用這個節能模式 它ECOMO就是 像左邊這個有一個ECO CHARGE 還有POWER模式 左邊這個 現在它又變有電池 純電動行駛的模式 那它有一個叫 那個SPORT MOVE 轉下去以後啊 你看它的整個儀表板變成紅色的 那它的油門的反應也會變得比較好 它的加速你看 像我現在這樣子加 它的加速的力道 會感覺就變得比較 比較迅速 反應比較靈敏 然後油門的揚起也會比較快 你看 你聽那個聲音就知道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來測它的這個 這個爬坡的能力 爬坡的能力 那眼前這一個 是龜山往林口的那個坡 那有知道這個中義路的人都知道 中央警察大學這邊 其實它的坡度是 還算蠻陡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測 現在先把車子停在路邊 因為這個地方車子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測試它的加速力道 你看這是一個 大家如果有來這邊都知道的一個 龜山往林口的坡 所以它算是一個測試爬坡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你看現在電池剛剛因為下坡的關係 所以它充的電量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現在一樣是停在路邊 一樣是熄火 那我們準備出發囉 我現在把它轉出來 好 有沒有 因為這個油電車它不是信任的車款 但是它在爬坡能夠有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說油電車什麼爬坡都要當路隊長 沒這回事 就是大部分的使用情境足以應付 沒有大家講的這麼不堪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考慮這油電車的不用擔心爬坡的問題 我現在爬這個坡輕輕鬆鬆 也沒有說讓你覺得說這個車子怎麼爬不動 不用擔心這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這個油電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或者是私訊我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聯絡 那如果說你的車子你想要分享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都有我的聯絡方式 我們期待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其他的車子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是我朋友寄給我使用我們產品的效果 有需要的朋友歡迎跟我聯絡喔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